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 於6月30日上午表決通過了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》 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予以發布 自公布之日起實行 消息傳來 香港各界紛紛表示振奮人心 堅決擁護 立國安 港區 反正道 保安定 湘江再出發 打擊的是極少數犯罪分子 保護的是香港極大多數市民享受的 馬照跑 舞照跳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我們堅決擁護 我們今天很興奮 我們很相信通過以後 香港將會恢復我們的繁榮 恢復我們的平安 讓絕大部分的香港人 能夠過一個平安的期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中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林廣 称 《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》 是香港經濟發展和繁榮的定海神針 相信此舉能為香港帶來更穩定的投資環境 增加外來投資者的信心 作為一個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來說 這個國安化出來以後 就可以恢復香港的安定的投資環境 這對廣大的國外的投資者 就可以增加滿對香港的投資的信心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安化出來以後 是香港經濟發展 經濟環溶 香港律師陳子倩稱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後 有明顯的震懾作用 且堵塞了香港法律的漏洞 是重要且必要的 先有一國才有兩制 只有香港恢復穩定才能重回繁榮 《港版國安法》是堵塞了一個很大 香港沒有了23條的漏洞 而是這個其實需要的 要讓香港人知道 其實有一國才有兩制 香港不是一個反中亂港的橋頭堡基地 好像他們那些攬炒派那樣說 你沒有國的人有家 如果香港都不穩定繁榮 那怎麼發展香港根本中心的功能呢 對香港全國穩定繁榮真是好事 我覺得